你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呢 我放了那个 Jahid拿回护照的视频过后呢 我发现到留言区呢 有很多人都有提同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这个3月31号呢 这个我们的前首相Najib 会不会被放出来 啊 Ok 在我讨论这个课题之前呢 那我又想跟大家穿插一个历史故事啊 我听说大家都很喜欢听我讲历史是不是 Ok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历史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 大家很熟悉的名字 就是 靖刚之词 靖刚之词呢 这个靖跟康字啊 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呢 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两个主角 就是这个郭靖跟杨康 他们的这个靖跟康就是来自于这个靖康之词 这靖康之词呢 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 宋朝的时候 北宋 末期的时候啊 你要知道宋朝有分北宋跟南宋啊 一开始呢 整个宋朝呢 还是属于北宋的时候啊 是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都是宋朝的版图 但是呢 后来北宋灭亡了过后呢 这个北宋呢 就全部搬去南宋 就只剩下长江以南有南宋吧 OK 我现在说的是北宋末期 那个时候的北宋呢 已经被北方的辽国呢 欺负了百多年了 后来呢 这个辽国呢 终于等来了一个 天生的克星 就是 金国 这个金国呢 开国王帝就是 完颜阿古达 这金国他的种族呢 其实跟满清人是同一个种族 都叫做女真人 但是他跟满清的皇室呢 是不同的家族 像这个金国的 这个皇帝呢 是姓完颜的 而这个满清的皇帝呢 是姓爱新觉罗 不同家族啦 那个是 整千年后的事情了 OK 好我讲回来 就是呢 那时候呢 这个辽国终于等来了一个天生的克星 就是这个金国 这金国他很迅速的崛起 然后很迅速的扩张他的版图 然后呢 一次过呢 把整个辽国给打趴在地 OK 那时候呢 这个 宋朝呢 就跟这个金国呢 有一个协议 就是呢 他们一起呢 来夹攻这个辽国 把这个辽国的地 给吞掉 但是呢 这个宋朝呢 那时候呢 是非常弱的 他弱到啊 辽国本来已经很差了 他都打不过辽国 他去打辽国的时候 他还打辽掉了 结果呢 是金国 自己一个人 独立 把整个辽国给灭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宋朝呢 就来跟金国人讲 我们当初讲好一起 打辽国要分辽国的地了吗 现在辽国打下来了 你应该要 分一些给我吧 那金国人就很神奇 就说 打辽国你出了什么力 你是打辽的那个 你完全没有出到力的 你还想跟我分东西 慢慢等 就这一个事情开始呢 这个金国跟这个宋朝呢 的关系呢 就不是这么的好 而且呢 这个宋朝呢 当初呢 他打辽国 辽国已经是很逻辑了 都打不过 这件事情呢 就彻彻底底的 让金国 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呢 宋朝真是落到不能再落了 一个手指都可以 碾死的那种 所以 金朝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完全不把宋朝 放在眼里 OK 结果呢 就引发了 后来的 进党知识 就到了 北宋末年的时候 那时候呢 有一个 宋朝的皇帝 非常的浑融 叫做宋徽宗 OK 大家有看那个 那个 水浮传 里面那个高求 那个奸臣 皇帝就是那个 宋徽宗 OK 然后这个宋徽宗呢 他是一个 很有才艺 的 艺术家 但是就是不会做皇帝 每天在那边呢 玩来玩去 把整个国家都完美 那种 然后 后来呢 这个金国呢 就要来打他了 那时候呢 他这个 北宋 他的这个 首都呢 是在 长江以北 这个 金国就要来打他了 然后他就逃跑 他把皇位呢 是 传给他的儿子 宋清宗 然后他就逃跑 然后这个宋清宗呢 也是不甘不冤的 就被推上了这个皇位 结果这宋清宗 没有做多少天皇帝 这个金国就顺利的 把这个 宋朝的首都给打下来了 那个汴京 被打下来了 然后呢 很快的 这个金国呢 也把这两个皇帝 宋徽宗跟宋清宗呢 两个 都抓了起来 然后呢 带回去北方 带回去 金国的地盘 然后这一年的年号呢 叫做 靖康 所以就叫做 靖康 支持 来 撑这个事件 然后呢 在这个 宋徽宗呢 他有很多个儿子 其中一个儿子 叫做 赵沟 当初呢 也是一样 被带回去 金国那边 但是呢 他很聪明 他找到一个机会 溜了出来 他溜了出来过后呢 他就跑去长江以南 跑去江南那边 然后呢 那边的大臣呢 就勇力他 做宋朝的新皇帝 因为呢 当时候呢 整个宋朝的皇室 全部都已经被抓走了 抓去金国那边了 可以说 整个皇室 只剩他一个人罢了 他一个人就在江南的陈地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这个宋 高宗 造构 OK 现在呢 我们知道了 他的情况就是呢 这个长江以北那边 绝大多数是由这个 金国控制了 而 那个 之前宋朝的首都 也已经沦陷了 然后呢 长江以南呢 就是一个新的政权 叫做南宋 这时候 北宋 已经灭亡了 变成南宋了 OK 南宋呢 依然是跟这个 金国呢 保持一个敌对的状态 因为毕竟你金国 啊 灭掉我的 旧的皇城 而且还抓走我两个皇帝 那两个皇帝呢 宋徽宗送秦宗 去到了这个 金国那边是非常的惨的 怎样惨呢 好 那个 金国的皇帝呢 是啊 特空特空啊 就叫这两个来啊 当面 羞辱这两个人呢 怎样羞辱呢 OK 他把这两个皇帝呢 全身的衣服扒到完 啊 然后呢 啊 把羊皮啊 劈在他们身上 然后叫他们学羊啊 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来伴着羊走 还有呢 他也把整个 那个宋朝的那些 公主啊 王匪啊 全部也带去金国 然后是任那些 金国的人赢了 后来呢 据说这个两个皇帝呢 生了很多孩子 但是 这些孩子是不是汉人 你们知道了 OK OK 然后呢 就这两个皇帝在那边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很多年啊 后来呢 都熬到了 这个宋回宗都死掉了 宋回宗死到也是蛮惨一下 他死掉了啊 好 那个 金国人呢 是把这个宋回宗的尸体啊 丢去乱战钢那边 烧 OK 那个不重要啦 OK 现在我要讲的故事是讲到南宋 宋高宗那边 宋高宗那边呢 我刚才说嘛 他依然是跟这个金国保持敌对的状态嘛 然后呢 南宋那边呢 就有很多那些武将呢 要啊 收复 北宋的山河 就一直要出兵 北上 要把之前 被金国占领的土地全部拿回来 这时候呢 就出了一系列很出名的将领 尤其是最出名的那个叫做 岳飞 讲到岳飞 华人基本上没有多少个不认识的 OK 然后那时候岳飞呢 他就成立了一支岳家军 非常的神勇 然后这个岳飞啊 他这一队军队呢 在长江以北呢 所向披靡 金国人本来已经很厉害打的了 但是呢 岳飞 比金国人更厉害 打到金国人呱呱叫 OK 到这里了 这金国人呢 就觉得呢 这个岳飞啊 很难缠啊 他想一个方法呢 要干掉这个岳飞了 不然的话呢 每天被他高高佳佼 但是我告诉你岳飞还不至于有能力可以灭亡整个金国 但是他弄到金国非常的头痛 OK 这时候呢 这个金国呢 他就去找这个宋高宗 赵构 他就跟这个赵构说 这个岳飞啊 我们是看他很不顺眼的 然后他一直嘎嘎叫叫我们 我现在呢 我要你把这个岳飞给干掉 如果你不愿意干掉这个岳飞的话呢 第一 我金国可以清朝 而出 啊 举全国之兵力来灭掉你南宋 啊 你见识过我们的威力了 你知道了我们打不打得赢你 啊 也许你觉得你的岳家军呢 可以稍微抵抗我们也不要紧 如果我们真的是 啊 没有办法 打下这个岳家军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方法 我把你的爸爸跟你的哥哥 宋徽宗跟宋亲宗两个送回来你南宋给你 要吗 啊 OK 刚才一开始啊 他跟宋高宗说他要打宋高宗的时候宋高宗还没有这样怕 他说我还有岳飞啊 我不怕你啊 然后呢 他讲了我要把你的爸爸跟你的哥哥送回来啊 啊这时候啊这个宋高宗就犯愁了 他就在那边想哎呦 这样就不行啊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宋高宗啊 他是送回宗的不知道是 第几 第几方妻妾的 儿子 啊非常没有地位那个啊 总之呢那个皇帝这个位置呢轮了很多个人都轮不到他那种 现在呢 经过人说要把他爸爸跟哥哥送回来哦 送回来了过后这样到时候谁做皇帝 他自己是皇帝 然后他上面有两个皇帝要回来了 到时候谁做皇帝 啊 所以他也知道了 到时候如果送回宗送亲宗回来的话呢 他是肯定没有皇帝做的 他一定要让回 给他爸爸或者是给他哥哥 啊 所以这时候呢 他心里面就想了 他必须要干掉这个岳飞 啊 跟这个经过人达成一个协议 这样 啊 而且这个时候呢 岳飞呢 也犯了一些啊 很糊涂的错误 啊 怎样说糊涂的错误的 给 这个岳飞呢 做了一件的武将不应该做的事情 啊 两件事不是一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曾经在朝堂上 他要写那个初始表嘛 就是他们武将要出去打仗的时候啊 啊他们一定要写一个 洋洋洒洒的文章 啊说哎呦我这一次出征啊 是不是我是带着什么样的 决心啊去打仗啊 我一定要把对方杀个片甲不留之类的那种啊 然后呢他里面呢就有讲到一句 赢 恶胜还金 啊 这个是 这个赵构星里面的大忌 他说 我要 打回去经国的地盘 然后把两位皇帝 赢回来 哇这个东西呢 你就完全是中了这个 宋高宗的大忌了 啊所以宋高宗就很不高兴 什么叫做赢二胜还金 啊 这是他 第一件做死的事情 然后他有一个第二件做死的事情啊 也是武将很不应该做的就是呢 他多次在朝堂上 啊 啊 就是像皇帝建议一个东西 就是呢 皇帝你是时候要立除了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宋高宗呢 当年呢他从经国那边逃出来的时候啊 据说呢他逃出来那个过程啊 啊 应该是有一点影响到他的生殖功能啊 他从此就是布局啊 没有办法生孩子 所以呢 宋高宗虽然是南宋的开国皇帝 但是 没有儿子哦怎么办 他总要有一个继承人吧 啊 所以那时候呢 这个 叶飞呢 他就在朝堂上 建议皇帝 你是时候要立一个 啊继承人了 这个东西呢 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东西 但是对以前的皇帝来说是一个超级大纪啊 啊 讲说超级大纪呢 就是皇帝是非常逼迹下面的大臣啊 向自己推荐谁做谁 这个继承人的啊 为什么 因为呢 皇帝会想 你现在这一个大臣 你到底是什么举行 你要勇力这一个人做皇帝 你是不是想啊 等我死了过后啊 真的是给你推荐的人坐上皇帝了过后啊 然后呢 你就可以挟持住这一个人 因为当初是你勇力他做皇帝的 你就可以挟持这个皇帝 然后呢 把持整个朝政 啊 整个朝政呢 虽然还是跟我姓 但是呢 下面全部是你二人了 你是不是想这样来做 啊 所以呢 那时候呢 这个皇帝呢 就很不高兴 他认为呢 这个 岳飞呢 在做着这样的事情 啊 所以 岳飞呢 对于 赵构来说 他两件事情 严重 得罪了这个皇帝了 OK 再加上呢 这个金国人呢 啊 我刚才说的 就是啊 他要 这个皇帝干掉这个岳飞 刚好 在同个时间点上 我既然是很堵揽这个岳飞 然后呢 这个 金国人又要我干掉这个岳飞 好咯 啊 这刚好正合我意 可是呢 岳飞那时候呢 是 全国最 顶尖的 爱国分子 啊 最顶尖的将军可以说那时候整个南宋的江山 都是靠岳飞一个人撑下来的 你怎样去杀一个这样的人 不可能的吗 啊 这时候呢 这个皇帝也是很犯愁 要怎样下手 这时候呢 他手下就有一个宰相 叫做琴快的 大家都很认的 这个琴快 这个琴快呢 啊 他看到皇帝这个样子呢 他就想 排一下皇帝马匹 就说皇帝 这个手你下不了是不是 不要紧 我帮你下这个手 啊 就是 这件 张事呢 皇帝不愿意啊 弄张自己的手啊 不要紧 我这个宰相来 弄张自己的手 来帮你干成这件事 然后大家就知道了 后来就有了琴快的 十二道金牌 啊 然后呢 就 处死了 这个岳飞 就是一个 这样的故事 啊 OK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一个这样长的这个故事 金刚之词的故事 啊 其实我主要的就是想说 到最后了 让这个皇帝呢 对这个岳飞 起了杀心 真正的那个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金国人 要这个岳飞死 啊 而金国人呢 开出了一个 对这个皇帝呢 是 非常有威胁性 啊 的东西 就是呢 你不听话的话 我就把你爸爸跟哥哥送回来咯 要不要 啊 看到时候你还有皇帝做吗 啊 OK 这个故事呢 我已经讲到够仔细了 OK 我们现在讲回来 2023年的今天 OK 我们讲回去了 刚才那个 有人提的 就3月31号 这个那就会被放出来嘛 我还是要跟大家重新强调 两个地雷 第一个地雷就是呢 法庭的审判呢 不由得我们这些公众的擅自评论 OK 是不能评论的 我们评论呢 是犯法的 OK 这是第1个地雷 然后第2个地雷 绝对没有 谁谁谁 要不要放纳吉出来 这回事 啊 你要知道啊 首相是不能干涉司法的 啊 啊 能放纳吉出来的 只有法官 啊 绝对不是 安华 或者是阿玛扎 啊 这两个地雷 请记清楚啊 OK so 最后最后的一句了 跟我的金刚之词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问你了 如果你是 阿玛扎的 啊 给你是阿玛扎的 你希望 纳吉回来吗 就这么简单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